加拿大辦事處代表 親自來逛台灣超市 東挑西選 這裡有一隻就要將近千元的 加拿大波斯頓龍蝦 還有加拿大頂級牛肉 加拿大最具代表性冰酒 就連當地櫻桃也首度搬來台灣 因為百貨這回 攜手加拿大駐台北辦事處 打造史上最大加拿大美食展 活動品項比前幾年多了整整兩成 現在呢 台灣是加拿大農產品非常重要的一個市場 我可以告訴你 2020年 加拿大對台灣的出口總額超過2.9億加比 主要出口產品 有肉類 海鮮 和飛機營改造的打鬥 雙雙社會在活動第三天 持續吸引大批民眾錢來購買 但不只要拼現場客 這回百貨還特別打造 加拿大享樂鄉 讓民眾能直接在網路一次購足 加拿大最受歡迎零食 發現到說因為疫情的關係 現在還是沒有辦法出國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是希望 讓消費者來到超市能感受到 就是加拿大的風情 目前為止呢 其實我們的銷售業績非常好 就是到與去年比呢 就大概有三成左右的成長 百貨業者開始充業績 趁著疫情降級 可以發現各項活動正在陸續出籠 八大選區待會兒採訪吧 民生發方式近在一小時 趕快訂閱我們八大民生新聞的 YouTube頻道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阿籽 我們知道我們在原來的 養的總統 每綻ón 我們會四次的總統 過甚麼 我們會不會承認 我們會不會承認